美国阿片类药物泛滥每年给美国造成约785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川普总统已经宣布阿片问题已经使得美国进入了全国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星期二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管与政府改革委员会在马里兰州的一家世界知名医院举行了听证会 探讨如何应对这场危机 我们下面就连线在现场采访的记者伊林请她来介绍听证会的有关情况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地模式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 今年中午美国众议院监管与政府改革委员会在这里举行了一场听证会 来探讨如何应对美国阿片类药物泛滥的危机 马里兰州州长莱瑞辉格发表讲话 他在今年3月宣布阿片类药物泛滥为马里兰州紧急状态 并承论在未来5年提供5000万美元进行教育预防 他在听证会上谈起了做出这个决定的初衷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每去一个地方都会问当地领袖 你们社群面临的一大问题是什么 不管是富裕的郊区还是偏远的小镇 答案都是一样的 我每去一个地方 他们都告诉我当地最大的问题是海洛因和阿片类药物 领导美国打击阿片类药物成瘾委员会的现任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也到场作证 他谈到了由于大制药公司的游说 此前20年很多医生都认为阿片类药物的成瘾风险不高 例如在2013到2015年 美国人平均使用阿片类止痛药的时间为17.4天 而现在医生认为只要使用超过三天 就可能出现药物成瘾的风险 让我在这里把话说明白 药物危机并不是在巴尔蒂摩的街头 或是我的家乡纽瓦克的街头开始 这次危机从医生诊所从医院开始 克里斯蒂强调了教育下一代医生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他敦促国会对该委员会进行拨款 他也谈到了从中国通过暗网 来到美国的致命阿片类药物芬泰尼 我们也得向中国表明 这对我们来说是战争 你把芬泰尼送入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人民因此死去 非法芬泰尼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人 而在我看来 任何允许这发生的外国 都在向我们表达敌意 政府和国务卿应当用适当的外交手段 来寄予回应 我们在会场也看到了一个数字 2016年因为药物成瘾 而失去生命的美国人 有六万四千名 而这比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 失去生命的美国人的总数还要更多 这也凸显了应对这场危机的重要性 时间交换给主持人 好的 谢谢伊林在马里兰州的连线报道